天气真的变凉了 这几天花冬天气是又湿又凉 出门还是背着雨具 这张气象署表示说 这个星期天气是先凉后暖 留意日夜温差 而东北季风星期三开始减弱 天气才会比较稳定 民众可以把握下半周时间 晒洗衣物为换季来做准备 上周受东北季风影响 花冬地区多为湿凉天气形态 本周前两天仍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各地早晚偏凉 日夜温差大 临风面东半部地区仍有机会降雨 提醒民众出门背雨具 注意衣物的穿着调整 30 31的时候高压其实出海了 1号 2号整个高压就已经退出去了 所以在2号 3号 4号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 其实是偏的比较东风一个天气形态 从30 31雨可能会比较多 到10月1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雨就比较小了 然后整个就偏 有一点偏东风到东南风的一个天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2号到5号大概温度就会上升 然后局部雨的天气更少 所以在花岭这边大概都是多云时勤的一个天气 所以这一周天气其实就是前面几天天气比较不好 后面几天大概天气就转好很多 然后雨可能就是一些局部地方的短暂的局部阵雨这样 白天暖热 早晚烧凉 日夜温差人大 民众可以把握机会晒起衣物 未换期做准备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 像你打kin verteicz能 我们 sel typed 独发